你是世间所有美好 写给亲爱的儿子 由阿根廷阿里尔安德烈阿尔玛达住 德国的索尼亚维木尔会 大男男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你来到了我们的家 睁着大大的眼睛 抽动着小小的鼻尖 仿佛有无数的问题要问我们 你看着我脸上露出微笑 还用小手抓住我的手指 仿佛在要求我向你展示 这个广阔的世界 我醒来时发现这并不是梦 你小小的身体正因为着我 能向你展示这世界上的一切 就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有很多事想告诉你 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我想告诉你 布满天空的星星多过地球上所有海滩的沙粒 我想告诉你 向日葵在白天迎着太阳开放 萤火虫在夜晚与朋友玩耍喜喜 我想告诉你 海螺会随着潮水来来回回地跳舞 而蜜蜂每天都会辛勤地工作 只为制造美味的蜂蜜 我想带你一起看四季的变化 告诉你哪个季节我最喜欢 我想和你一起坐在地头前 用纸签带你游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打破距离和国界的局限 我想跟你一起阅读关于海盗的书 我们一起藏在茅坛里 不让鲨鱼发现 看 地平线在你眼前无限延伸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物 等着你去探索发现 只要你迈出小小的步伐 就可以丈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你会看到一些地方 那里冰天雪地 小朋友坐着雪橇四处游行 哇 这里的冬天真是寒冷 你必须从头到脚 好好武装自己 你会看到一些地方 天空布满了五彩斑斓 灵动跳跃的极光 那里是你能到达的 地球的最南和最北端 你会看到沙漠中 狂风卷起 漫天沙尘 这时你一定要戴上围巾 将自己的头烟烟实实地裹住 你会看到高耸的山峰 高得仿佛要触碰到天空 如果你决定攀登高峰 一定要小心山顶的冰雪 前方要走的路 前方要走的路还有很多 有些平坦 有些坎坷 你会不由地感叹 时间根本不够 你还要当心 那些崎岖的大陆背后 有时会有恶龙出没 但是亲爱的儿子 你不必担忧 恶龙的出现是为了教会我们成长 如果你继续走下去 即使感到恐惧 这份恐惧也会变得越来越小 直到消失不见 如果夜幕偷然降临 请你不要慌张 你可能会垂头丧气 可能会感到悲伤 但是我向你保证 如果你勇敢地抬起头 仰望天空 会看到星星为你导航 但是如果夜太深 根本没有一丝月光 那就看看你的内心深处 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内心 更能指引前行的方向 亲爱的儿子 当你迈向前路 我希望这些话语 可以常伴你左右 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 你会放开我的手 没有关系 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梦想 我们的内心深处 都希望自己能够展翅飞翔 但是当你终于像熊鹰一样 高大威猛 能够展翅高飞 总会有一些时候 你将回头张望 想一想你来自哪里 又将要去何方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满环喜悦和期望 看着你出色的蜕变成长